按弦的方式 现在向各位介绍几种按弦的方式 无论使用哪一种弹奏动作 好听的音乐才是目的 动作只是工具 如果你习惯使用其他手法来弹奏出理想的声音 而你的手法跟今天讲的内容不同 你仍然可以放心的使用 不必被动作的形式限制住 第一种按弦的动作 是用指尖按弦 除了声音要干净之外 这种按弦方式的重点 是不要碰到其他弦 以免其他弦的声音被闷住了 锁指末端的指节尽量与指板维持垂直 再来是用指腹 除了要弹的那根弦声音该清楚之外 这个动作可以把相邻的弦声音闷住 如果你不希望旁边的弦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按弦 现在我按住了第五弦 指腹闷住了第四弦 指尖则轻轻地抵住了第六弦 当我弹第五弦的时候 声音是清楚的 但是第四弦会被我的指腹闷住 第六弦也会被我的指尖顶住 你也可以用整只手指来按弦 像是封闭和弦会用到这样子的按弦动作 食指把多条弦最多到六条 把这些弦一次都按紧 另一种状况也是用整只手指来按弦 但是不把弦按紧 反而轻轻地放在弦上 制造闷音的效果 可以搭配刷弦来表现节奏 或用来强调声音的颗粒感 例如用食指闷住全部的弦 然后用无名指或中指 来弹你原本要弹的那个音 当你用刷弦来弹奏的时候 就会听到这个清楚的音 以及其他弦被闷住的声音 最后来说一下手指痛的状况 初学的时候手指会痛 并不是你的手指特别脆弱 你可以考虑使用软一点的弦 专业的乐器行可以提供你选购跟换弦的服务 如果你的吉他是钢弦吉他 我不建议你用尼隆弦吉他来解决手指痛的问题 也不建议你在指尖上面贴胶布或者带纸套 如果痛到受不了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不要学吉他 毕竟音乐的世界还蛮大的 还有很多的乐器可以玩 希望大家练习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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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奏 订阅 转阶 费用 准备费 中恨 刷备